作词 李宗盛 这个我在你面前永远是老子 你永远就是孩子 就是我们就要主控他 主控权 那这个时候尤其是在青春期里面 我们特别的要学习就是放手信任 我们逐渐长大的这个孩子 他在逐渐的长大这个过程 他一定犯很多的错 但如果我们不允许他犯错 他一点点的不尊重我们 一点点的冲撞我们 一点点不顺我们的意思的时候 那我们就大发雷霆 我们就跟他的关系就破裂 就没有办法能够来教导他 上帝的这个真理 所以我们要特别学习的就是 要放手学习信任 信任这个孩子 为什么我们可以信任这个孩子 很多父母亲我不能够信任他 他这样玩下去 他大学就考不上了 我必须要管他 我必须要采取措施 要么断网 要么什么 所以我们经常就用这些的方式 跟他们的关系 我们也不考虑他们的感受 那这个时候 这个在逐渐长大的 这个青春期的这个孩子 就跟父母亲这个关系完全断掉 我也看过很多生活里面的例子 就没有办法再跟孩子有什么样的交流 关系断了 就没有办法来纠正他 来教导他 所以我们这个放手跟信任 信任的基础 因为我们知道 对基督徒来说 我们相信上帝掌管他 这个主控权不在我们 这个主控权是在上帝 上帝允许他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犯错 有很多时候我们就是 像我们 我自己常常就是犯这个毛病 说我怕他受苦 我怕他走弯路 然后就一直告诉他 这个不能做 那个不能做 但是上帝的方式就是 我们讲了 他不听的时候 让他去撞一撞 撞一下 他知道那个痛了 这个事情你说的是对的 但是我们如果 我们的主控权 成为了这个偶像的时候 就是在我们心中 占据的位置太重要了 我们就没办法放手和信任 这个孩子的时候 对他的成长是不利的 是没有办法 让孩子慢慢独立 慢慢的去体会 这个圣经的真理是什么 那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把上帝的话 要种植在孩子的心中 然后并且帮助他如何的 来依靠上帝 来面对他自己的这个选择 我们是把神的话 要种植 这个种植很重要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 我们自己理解都很肤浅的 所以我们就没办法把神的话 种植在孩子的心中 所以我们对福音的一种的理解 如果在很肤浅的层面上面 那我们就不懂得上帝给我们这个恩典 要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去学习 我们父母也会错 所以我们不能够要求孩子百分之百的 是按照我们的这个控制来生活的 所以我们的责任 我们的使命 就是把上帝的话 种植在孩子的心中 然后怎么样的帮助他 来依靠上帝 他要面对面的来跟上帝有这样的关系 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呢 小的时候是信的是我们父母亲那个神 对他来说他没有经历 他也没有经过他自己的体会 但青春期的时候 为什么很多孩子不愿意跟着父母去教会了 或者是产生了一种的 这个跟父母相反的一种的冲撞 就是我们这么说他非要那样做 其实这个青春期这个过程呢 这是一个过程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反应 就是他要用自己的独立思考 来面对这个选择 他要自己选择 那我们的责任呢 就是从小把神的话放在他心里面 让上帝来在这个阶段里面 就让他逐渐的来成长来体会 所以我们就是要学习放手来信任他 特别书中提醒我们的就是 就是这个不要忘记这个福音的意义要指 就任何事情都在上帝的掌控当中 那以福所书一章22节里面说了 又将这个万有扶在他脚下 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手 所以一切在上帝的掌控当中 我们父母亲呢 不要把这个上帝的权柄呢 就放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好像是代替上帝要掌控孩子 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福音 究竟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罗马书第八章28节里面说呢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这个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这个万事都互相效力 所以那我们很多时候按照我们的想象呢 来掌控孩子的时候 我们就忽略了圣经的这个话语 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我们在真正爱神的人呢 神是知道的 爱神的人就遵行神的命令 这个是一个生命 不是我们表面上说我爱神 我是基督徒 就是我们真正爱神 我们就要遵守神给我们的这个话语 我们要看重他对我们怎么说的 那这个我们要塑造孩子成为什么样的样式呢 今天很多的这个成功神学啊 就是靠着神要让他成功 好像才可以荣耀上帝 其实福音当中表达的 圣经里面表达什么叫做荣耀神呢 这个荣耀神在圣经里面 这个三个字啊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窃取神的荣耀 就是我们自己好像很了不起 我们把孩子培养了如何如何的 像世界上面的那种成功的一个标本一样 所以靠着主好像能够把他们培养成才 这个上更好的大学 学更好的专业 那我们就忘记这个福音究竟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呢 我们是塑造孩子来成为他儿子的形象 上帝的形象 这个生命影响生命就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 要在孩子身上这个彰显出来 所以我们要塑造这个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下一代呢 不是成为我们想要的那个样式 是成为上帝的样式 成为这个耶稣基督生命的这个样式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心中的一个目标 无论他学什么 这是上帝掌管 上帝给他的恩赐 给他的这个带领 不是父母能够替代的 那么在孩子青春期的时候 父母呢 这种的自我的检讨呢 这个非常重要 就是自我反省 我们能为孩子的这个挣扎 在这个青春期的时候 他们所面对的挣扎 有些时候我们不理解 我们就觉得这个孩子怎么这样呢 明明应该这样做 你为什么非要那样做 所以但是我们不理解 不了解他的挣扎 那我们就是一个反省 父母的一个检讨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能够为这个青春期的孩子 他所面对的挣扎 他的处境 站在他的角度上 我们能够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贡献 这个是父母亲我们要想的 不是按照我们的标准 所以不要忘记最重要的一个福音的使命 所以就是我们要希望孩子在各样的挣扎 各样的这些 我们看来是不好的一些行为的 这个机会里面 有一个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教导的一个大好的良机 不要失去这个大好的时机 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在这一章里面 很重要就让我们反省这几个偶像 这几个偶像其实都是 我们需要我们好好的真诚的诚实的来面对的 所以我们这一章重点 就是这一些 我在PPT上面都把它列出来 就这些的要点 我们读书的时候 这些重点 我们把它理一理 然后我们读书的分享 我们就可以有侧重点的 可以把大家的这些问题 把它有条理的理出来 所以有些时候 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使命感 就是我替大家读 大家如果有这本书的时候 你可以再仔细的再去思想 有些东西我们读了就过去了 但有一些东西我们需要去反省一下 所以这个几个偶像 我们要自我检测开始 所以这一章的重点就是让我们自我要有一个反省 我们跟青少年的这些的教育的这些出现的这些问题 其实是父母的一些的问题 我们要反省要悔改 然后我们在面对我们的孩子的时候 当他们非常不像样的时候 其实那个是 他在寻求上帝恩典的一个呼求 心里面的需要 是让我们能够看到的 所以这几个偶像我们了解一下 然后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也可以讨论的 这几个偶像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实际的列出来的 我想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我把它这个再放回去 所以这个偶像第一个就是舒适生活的一个向往 看看有没有 还有呢 受人敬仰的 这个尊重 还有知恩图报 功成名就 主控权 所以这个是这一章给我们的一个提醒 就是要我们能够知道 这个福音怎么样来育儿 福音怎么样来教养 这个是最重要的 用福音能够活在我们家庭当中的时候 福音是什么呢 我们要清楚 福音上帝替我们这些罪人 担当我们的罪 然后给我们一个复活的一个盼望 那给我们一个盼望 但今天我们的家庭教育 青少年的这一段时间 如果我们没有盼望 那个是很黑暗的日子 那我们知道上帝掌管一切 所以不是我们父母按照我们的愿望 去来控制他们的时候 你跟青少年有一个很好的关系的时候 你就会慢慢潜移默化的 把上帝的真理告诉他 在那个时机里面 有机会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来分享 当他面对挣扎的时候 我们就会抓住那个契机 能够把神的话就给他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这个下一次我们要分享 第三章就是家庭的意义 这个家庭究竟是什么样的 一种的荣耀神的一个方式 这是很重要 我们家庭的一种氛围 就是能够影响这个孩子 他的生命 他怎么样长成 每天你的生活的方式 那下面呢 我就给大家一些的时间 可以呢 你们来这个提问 这个书中 他也是讲到就是 大家可以提问 如果想提问呢 就把麦克打开 这本书 他这个第二部分 他最后他就说 就是当有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 我们不仅不会将他们 视为上帝赐予我们 去教育孩子大好良机 反而呢 把这些事端 看成是带给自己挫折 和失望的麻烦事 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态度和行为 去辅导孩子 我们将只会在孩子身上看到 日益高涨的内在的愤怒的情绪 而让我们失去了能够把孩子带领到上帝面前的大好机会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有一个提醒 所以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 我们心中哪一些的偶像 造成了我们教育的一些问题 如果有人有问题的话 你就打开麦克哈 我想问一下老师 这个书可以在哪里买到吗 这个是在北京的网上 你可以你查一下 看看网上是不是能有 我不太清楚就是怎么样去买 我这我这本书呢 是一个姐妹 她从北京给我带过来的 还有刚才你说 可以听那个录音在哪里听呀 录音 你如果有朋友给你发的这个信息的话 我想他会有我的微信 然后朋友圈都有这个录音 你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 我的微信 如果大家没有的话想听录音呢 可以到我那个朋友圈去 我都发到那里 是伟川高 我的名字的拼音 为W-E-I-C-H-U-A-N-G-A-O 为圈高 0210 就是我的微信 如果没有我微信呢 可以加一下 好的 这个节目就是每周三 每周 对对 平常在国内 我们这边温哥华时间是在周二 就是这个时间 每周二晚上 好的 谢谢 我都知道了 其他人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可以交流 每次我们就分享这一张的重点 然后我们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 这一段话 趁着大家还没有提问题 我看到就是书中有一段话 他说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全被自己所有的私欲所控制 只想到自己该如何拥有舒适尊重感恩成功的和自大等等情绪的满足 又如何能够奢望真正的去帮助我们的孩子呢 这个是一段很好的对我们的一个提醒 也是这一章的一个总结 他说我们将只会愚蠢的要求孩子去达到我们的欲求 而不是上帝的旨意 也忘了父母在孩子生命当中那个最重要的福音使命 所以在线上的一些朋友 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呢 我特别盼望你可以思想一下 尽快的能够认识主 认识圣经 加入到你们附近的教会 能够有系统的学习 这个是对我们的下一代是一个莫大的祝福 而且是一个祝福的一个基础 看看有大家有什么样的疑问问题 还有你自己的一些困惑呀 我们可以讨论给大家一些的时间 你要分享的时候你就把麦克打开 最后把视频也打开 把你的那个 让我们能够听到 师母我有个问题 那个我经常觉得就是说我刚才看了您说的这些东西啊 我就想这个偶像 其实我读完了 我反思了半天 就这个五个偶像 我想这个受这个景仰尊重 我就在想 是不是我就有这个样子 因为我经常看着那个 我们家儿子 然后比如说走路的那个样子呀 还有那个劲儿啊 然后冲我说话 我都觉得哎呀 怎么一点不像我们小时候对我爸我妈那个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刚开始还行 后来觉得他要是再跟我说话不耐烦一点 我这个加起来 加着他这个样子呀 再加他这个劲儿 然后一下心情就特不好 就开始说他了 这个是我们本能的 基本上我们所有的这父母亲第一个反应都是这样 你不许跟我这样讲话 对 我们这个就是说咱们说的是那个要 就是看不见上帝对 就是说儿女对上帝恩典的需要 然后看不见自己是上帝派来给女儿做 给儿女做监护人的 然后就控制他了 你说这种情况我怎么处理 我就let it go是吗 然后就当没看见闭着眼睛 这个时候不是 这个不是说放任他不管他 这个契机呢是正好教导他怎么样来尊重别人吗 那这有很多的方式 就是不是因为我们一愤怒了之后 我们跟他关系就不好了 那这个如果我们不愤怒的话 我们就可以借着这个机会 就是说有很多种方式 比方你跟他说 你说儿子啊你这样讲话我感受很不好 这个那如果我这样跟你讲话 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其实就是心平气和的 当一个人一愤怒的时候 你就语无伦次 而且你没有智慧 你的满脑子就是说你这孩子怎么这样 然后就冲撞起来没有交流的机会 其实可以交流的 这个我有的时候我就是体会 我跟我儿子说 你这样是不礼貌吧 你这样说如果我这样对你说 你什么感受吗 其实就是他有时候是一种的荷尔蒙的反应 就是上来了他的脾气 但是我们如果跟他一样 那不就这个就是战争起来了 所以很多就冲突了 冲突的时候你没办法再把真理啊 这个再告诉他 我们只是他的一个印象就是很生气 这样的就是他也生气 我们也生气 只是以生气来告终 就没有办法就是把神的话告诉他 比方说你要别人怎么对你 你就怎么对别人 如果我们都这样跟你说话 你什么样的感受呀 就不是不交他 但是是我们里面 因为太看重他要尊重我们了 对 好谢谢 还有其他什么要分享的吗 大家要分享的时候就可以打开你的那个视频和那个麦克哈 喂你好 喂你好 你好 我叫王芳 你好 可以打开视频吗 我没有视频 我只有 明白明白的声音也可以的 我知道咱们两个有微信 对对 我说非常感谢主啊 非常感谢您 就是每周都能够这样有一个精神的这样的一个课程的书的一个分享 那我们这边教会都有很多的得着啊 特别是我 我有一个快12岁的一个男孩子 男孩子他就是他就是他性格很像他爸爸就是做事很就是很摸啊很很很慢 就是嗯就是但是就是没有时间观念 没有时间观念 然后因为这呃 因为这没有时间观念总是做呃总是做做也好就是变成了近视 所以呢我对他这个呃做事的效率呢 上面呢就是说很担心他的身体和他的视力 所以就是看怎么能够培养他的独立现象 请示范回答这个问题 这是大部分孩子的问题 就他们没有自控力啊 呃特别是玩起游戏啊什么 我相信每一个家庭只要有孩子的 呃就是还没有到青春期的时候也会有这种状况 就是我们父母亲非常爱孩子 那是我们的这个呃本能就是想控制他们呃为了他们的身心灵各方面的好处 但是我们如果说话的态度和这个就没有智慧的时候 我们没办法有果效 所以这个这这这本书这一章里面呢 偶像假神也就是凡是我们重视他胜过重视上帝的任何人和事物 那那我们呢要管他们这个是父母的一个责任上帝给我们托付 但是我们怎么管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果效 为什么没有果效这里面就如果我们要深具果效的话 那个关键之一是什么呢 就是要诚实的面对自己 为什么我们对自己的孩子他们这个呃在玩的时候和他们不听我们的时候我们特别的气 如果是别人家的孩子你可能很心平气和的去讲 其实我们里面就是虽然是我们很爱父母呃这个孩子 怕他的眼睛受呃这个受影响 怕他的身体受影响 但是我们里面有些时候是不自知的一种的偶像 因为这个孩子是我的呃他不能这样的呃他应该是什么 我们就忘记了我们是呃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智慧托付 就是我们怎么样来管这个是呃父母亲要去反省的 就就是其实是我们要占据的就是他是我的 我们要有主控权的啊 然后他要按照我们的样式来生活的 他玩了今天我就是给他两个小时 如果他超过了呃三个小时四个小时 那我一定要怎么样的来夺回这个掌控权 这个是我们里面的一些的怒气的呃一些的反应 其实是我们里面的偶像的一种的暴露 就是呃第一次我们也是分享了第一章里面也是讲的 就是就这些问题的出现呢 其实是暴露了父母的那个人性当中的那些的罪的问题 所以我们不是不管但是我们怎么管 这个是最重要的 而且要有有效 有有些时候我们就是没有效是因为我们那个偶像控制我了 呃特特别是有一些父母亲呃特别是陪多的父母亲 陪着孩子花了那么多的代价 那有有些父母经常跟我讲就是我来这边我不是陪他玩的啊 就是所以他稍微一玩马上关系就紧张啊 甚至我听过一个爸爸就是说在国内我从来不会打他的啊 这一次我就是控制不住了我打了他了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就是我们父母亲就是我们里面的那个怒气是为什么呢 我要让你到这边读书是要学习的不是玩的 所以我们就会怒嘛 所以我们要追究这个怒气的那个根源是什么 然后我们再看怎么样来呃跟孩子的关系来教导他们 是这样的一个方式不是不管他们不是放任他们 好的谢谢师母就是有一个尺寸我很难把控的就是 你刚刚提到一个就是关于放手和信任 他的拿捏的标准 我想问一下青春的气息有没有具体的这个讲解啊 哦你说的这个就是拿捏的这个标准哈 对这个这个这个标准我我相信就是怎么样放手怎么样信任 我想用一个故事 这个书中没有特别的来讲 但是我想回答这个问题 就像一个父亲带着一个孩子 他要培养这个孩子的一个勇敢 所以这个爸爸就带着这个孩子 有一天就到森林里面去打猎 他的孩子特别胆小 所以他就想培训这个孩子勇敢 成为一个男子汉 所以这个那父亲也是想了很多方法 能够培养他这个勇敢 所以就带他到这个森林里面去打猎 然后到天快黑的时候 那个父亲就悄悄地躲在树的后面 就观察着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发现这爸爸不在了 特别害怕 他一下就爬到树上面去了 爬得很高 他怕那个野兽来了以后吞吃他 他就这个 那这个父亲呢就悄悄地看 没有出声 然后呢 这个 这些动物出入啊 因为天就越来越黑 越来越黑到夜里面了 这孩子一生都不出 就在树上面待着 这个父亲也一生不出 就在树后面来观察着 如果有这个动物出来了 这个父亲有枪的 他会保护这个孩子 但是他要训练他这个勇敢 那有些时候我们就是怎么样放手 怎么样的来拿捏这个呢 其实是要上帝给每一个父母亲有一个智慧的 我们怎么样培训他 怎么样的让他这个能够被我们信任 然后我们怎么样放手 这个拿捏度没有别人能够替代 因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那我们就是要把握就像这个父亲一样 观察 悄悄地 当不行的时候我们出手来保护他 但是有一些东西我们是需要放手的 如果我们完全都不放手来把控他 他永远长不大 就是这样的 让他吃一点苦头 我们曾经学过一个课程里面有两个名词 一个是逻辑后果 一个是自然后果 自然后果是什么呢 自然后果是比方说天下雨 你不打伞 那么就会淋湿了 会受凉 生病 感冒 这个是自然后果 那逻辑后果是什么呢 就是妈妈提醒你了 今天下雨你要拿伞 但孩子说我就不拿 那他回来以后 淋湿了 受凉了 感冒了 这个叫逻辑后果 那我们学习信任就是 有些时候就是 他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那我们不要阻拦上帝的这个工作 在他身上 有些时候我们提醒了 他不一定听的 就像浪子一样 这个父亲也是允许他到猪吃的东西都没有了 所以他悔改了 所以有些时候就是我们要 是在生活当中去慢慢去观察 去把握的 好的 谢谢师母 但是我想问的更具体一点 因为我智慧不够 就是比如说你刚刚讲的是那个结果 就是你那个结果说是 比如说刚刚说的那个自然结果和逻辑结果 但是有的时候 那个结果很长 他一下子感受不到那个很严重性 我就打个比方 比如说我们 我白天我要工作 然后孩子有可能在疫情当中 他要在家里写作业 或者是他要有自己的计划表 但是他呢 当我们父母一离开的时候 他就想拿着这个时间做他自己的事情 我们一回来的时候 他马上就做到他的计划的事情 一直就给我们看他的学习 我在想 当然了这个事情 他们反反复复的讲过 反复复复也说过 但是他也没感受到他的那个结果 就是他在这个上面承受到这个结果 对啊 有些时候就是不是短时间里马上见效的 但是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样把神的话 种植在孩子的心里面 最终还是上帝掌控他 上帝掌管他 然后我们有些时候没办法 每分每秒陪伴孩子的 我们只能祷告 除了祷告 我们有一些其他方法 陪伴啊 各个方面 那不能够每分每秒的都陪伴他的 所以只能是祷告 其他的姐妹们 有些什么样的分享吗 来回应这个问题吗 师母我回应一下 好的 你好 我以前看过一本书就是为孩子立界线 那从发展心理学来看 从一岁到三岁是一个科夫期 从三岁到九岁就是一个规范期 也可以叫管教期 那三岁到九岁这个过程 孩子的求知欲很强 那这个界限 这个阶段是需要立界线的 当然我我刚才听到姐妹说他的孩子十岁 这个时间也是需要立界线的 那从九岁到十二岁是一个引导期 从十二岁以后青春期的就是需要尊重 陪伴期 这个朋友期 那么为孩子立界线 很多时候我们给出的就是不够明确 不够具体 就像他的孩子写作业打个比方 在写作业的过程他自己有计划 我一般我会让我的孩子假期的时候 周末自己定计划 那如果看孩子的自治力不顾 就要帮助他 比方说他完成这个计划的时候 给他的奖赏是什么 奖励是什么 如果没有完成 他的损失是什么 就是给出一些具体来帮助他去 锻炼自治能力的一个习惯 要培养好的 我觉得孩子的这个过程 培养一个好的生活习惯 好的学习习惯 培养他的信仰 这三大方面非常重要 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点建议 是的 非常好 就是每个年龄 每个孩子都需要慢慢的来训练他 他是要寻习过程 寻习渐进的过程 对 非常谢谢就是李牧师 我的老师满意的答案 我觉得老师这么如此耐心的回答我 非常感恩 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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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里有一位姐妹 她跟我们都在一起听课 她也想提出一个问题 关于她的儿子的 好吗 可以吗 还有时间吗 好了好了 再有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时间可能也差不多了 你来说吧 你好你好 师母你好 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呢 是就是说我的孩子 也是跟刚才师母的孩子差不多大 12岁不到 她有一个问题 刚才我看到了一个 就是说你说孩子 就是孩子不对我们的一种藐视 我不知道如何去引导她 因为她有时候我要她做作业 或者做什么 她暴怒的 她发怒的时候 她那种眼神 完全的就是一种藐视父母的眼神 所以说在这个上面 我不知道如何去引导她 明白 对 这也是许多孩子的问题 就他们要达到他们的目的 他们也很凶的 这个就是圣经讲的 人就是罪人 这个是我们的罪性 那我们怎么引导她 这个是从小让她敬畏神 那如果不把这个敬畏神的 这个圣经的真理 种植在她的心里面的时候 她就无视这个权柄 这个慢慢从小 很多父母亲 可能还没有信主 或者是这个 之前孩子小的时候 她还不太懂这个 现在孩子已经长大了 那我们就只能慢慢的来 让他们能够敬畏神 当我们父母亲敬畏神的时候 这个生命来影响生命 当她敬畏神的时候 她就会尊重父母 这个是一个生命 好 谢谢 这个最重要的就是 从小让他们能够认识神 是最重要的 但是现在我们这本书呢 特别是指出来青春期的这些问题 其实是长久以来造成的 那我们现在怎么样来面对 这个青春期孩子的这个危机呢 这个转机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要回到圣经 回到神的旨意 然后我们才可以慢慢的来 有一个好的正确的一个教养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才分享这本书 所以下一次我们讲家庭啊 其实对小孩子的这个都是有用的 就不单单是青春期的 这是一个原则 好的 谢谢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说让他认识神 因为他从小都是在主义学长大 然后我们也都在教会里面 以后我不知道如何运用圣经去引导他 这个他如果在教会 在主义学里面 那这个老师和父母亲 我们要有一个配搭的 在家里面有一个圣经 那我们父母亲要知道怎么样用在生活里面 那么才可以教他怎么样用 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父母亲一边学能够懂多少 能够教他多少 这个都在生活里面合出来 这是很具体的一些应用的方面的 以后看看我们下一次再继续 有一些什么问题啊 我们都可以提出来 我们也平常可以留意一下 然后我们下一次再慢慢的来讨论 好的 我今天分享就到这儿吧 要不然您做个结束祷告 好的 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 那我们来结束祷告 然后我们下周一起再继续探讨 好的 天父我们感谢你 给我们有这样的晚上的时间 我们国内外 我们在线上都可以来明白 我们的下一代都在神的真理的上面 能够教导他们 求你祝福我们的下一代 也保守我们的父母亲 能够从自己做起 能够从自己改变开始 来影响我们的下一代 无论我们在哪一个软弱的光景当中 我们都知道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就有盼望 无论任何的一些的问题 我们都向你求智慧 因为你是智慧的源头 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就有一个人生的盼望 因为孩子是你的 你比任何的父母亲都爱他们 我们就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 谢谢主带领我们的时间 继续地保守每一个的父母亲 能够从今往后 能够来敬畏你 能够用你自己的真理 能够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以至于我们生命影响生命 谢谢主带领我们的时间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好 今天那个美团期就到这儿 大家一起祝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